大家好,回嫩好吃关键在调馅和汤底 今天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汤鲜味美,一口回嫩一口汤,太香了 做回嫩馅选择肥瘦二八的鲜肉,口感最好 先去掉猪皮,切成大块,然后再切成小块 切好的肉块上面倒入干虾,一块剁碎 剁出来的肉馅吃得更香 剁成这样有些小颗粒状,放入碗里 接下来做个葱姜水,碗里放入切好的葱姜 用擀面杖倒入葱姜的汁水,放入八角,倒入热水浸泡四分钟 再来做一个汤底好吃的关键葱油 准备一端大葱切成葱花 一小块姜拍扁多碎 半个洋葱先切成片再切成末 几百大蒜拍扁切碎,切好后一块放入盘里 锅里倒油,油热倒入切好的葱姜蒜 小火不停地翻拌,充分地熬出里面的香味 熬至这样金黄干香就可以了 盛出来倒入碗里晾凉 现在来调个馅,适量食盐,鸡精,少量的食餐香胡椒粉 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淀粉 煎泡好的葱姜水分多次地打入肉馅里 每打入一次都要顺着一个方向搅匀搅透 做馄饨线要多搅一会儿,吃着更嫩滑 最后搅着这样上劲,放入切好的葱花 倒入适量的料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这样馅料就调好了 准备好的馄饨皮,中间放入调好的馅 面皮搅对搅,对折一下 翻过来再一搅盲上清水 再折过来捏盐时就包好了 这种包法既简单又快速 全部包好后放到面板上 再来准备一下汤底,碗里放香菜末,紫菜碎 适量的食盐,胡椒粉,一勺生抽 再加一勺刚才熬好的葱油 一小把干虾 锅里水开下入馄饨 盖上盖子 水开用勺子的背部轻轻的推动 围着锅的周边倒入一勺凉水 再盖上盖子,再次煮开 和第一次一样打入一勺凉水 就这样重复打入三勺凉水就可以了 最后再热烧开 舀几勺汤水放到汤碗里 烫底里浇上汤水 把煮好的馄饨倒入 馄饨这样做鲜香腻花 还是说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天冷了来上一碗 混心都暖乎乎的 一次也可以多包一些馄饨 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 随时随拿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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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